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火枪的这个血量的话 应该可以摸塔一下 这边的话也是我不管 空中下的位置 其实还比较是靠进攻右方的一个选择 他左方的话会被火枪舔掉 就比较亏 所以说他直接迈塔一下去 好 自己觉得空中最强来了 好 帽子自己觉得空中最强来了 好 小顾楼是完美的守住 三费解四费 他是拿皮卡去过牌 对 但是有火枪的话 这个天鹤就比较烦 不挂他了 好 一会毒药 好 狂攻是挡住了仇恨 好 那这一波 费用转不上 费用转不上的话 其实这一波还是防守不错 主要是那个名声那边 他的锅炉还是在持续地进行防御的 对 炸死几个小天狗 也就是说其实 帽子自己觉得他选择 从右方进攻 不是特别好 但两个人都是一个 初期试探一个状态 好 这波毒药 独立下锅炉 这波皮卡怎么办 防守 这三个迟钝 迟钝和骷髅真是好讨厌 迟钝和骷髅 这迟钝和骷髅解的太舒服了 太爽了 但这些 三个打一个还在后带 对 好 矿工火枪一波反打 小苍蝇 但是这波火枪怎么办 但是这波 现在这个皮卡一刀 选择上稍稍有一点点瑕疵吧 小蝇慢了 没关系 有瑕疵 但是没有毛病 对 有瑕疵没毛病 应该可以摸一下 好的 摸一下就 好了 双倍时间了 双倍时间的话 这边有大怪的话就会好一些 但是他没有攒满废就直接下了 对 有点 他可能就是我的房 这都是两个小痘痘 他把小痘痘摸去摸太多 对 好 皮卡下来 应该是用三个小痴痘位置 打一下 好的 打一下就可以直接火枪下后面 火枪 那这波的话 这毒药可以 正好把这边的小苍蝇给毒到 还有小骷髅火枪 这波毒药浇得非常漂亮 我们也来了 好 打开一波小出出 跟个毒药 那这边毒药也不给客气吧 这火枪跑到塔了 这一波就有点爽了 是 血量立刻就拉开了 这边的话小痘痘也是没有从 这个什么出来吧 而且蜘蛇也是拉到了皮卡的 是 那这一波反达 凌克好像要出现问题了 对 下一波的天狗怎么办 对 那现在快看出来他的火锅 好像成为他累赘了已经 对 他现在要火锅去 他的火枪一定要和那个火锅拉开 如果非得命毒药的话就麻烦了 他火锅去勾一下这个天狗 但是他这边也直接要去 非得人家有点终于来着急 好 光光挖过来接个毒药 接个毒药 那这一波的话就 哦 变了一下 哦 接个毒药 哇哦 那机器 机器 恭喜 恭喜帽子 恭喜一下帽子一直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确实 这一波有点强 像这个毒天狗啊 你的那个火枪和你的过炉的位置 一定要那个讲究 拉开 要拉开什么 他后面其实过炉 成为太雷着了 然后最关键就是名声他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把的话 是那个名声他没有用他的皮卡 来解这个矿弓 就我刚才说的 如果把矿弓解掉的话呢 还好说 他是拿皮卡 救护废过牌 他是拿皮卡进攻了 可能也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骑手的牌序不是特别好 没错 所以想迅速的把牌序过出来 但是无奈的话 确实对面的攻势 到了双倍废水的时间之后 是有点快了 有点应接不暇 拿皮卡过废 是实在是太亏这种做法了 就是皮卡进攻被三费的骷髅首位 给抓住以后就很亏了 而且确实跟我们讲的 我觉得这孙子兵法有道理 一亿代劳 帽子一只的话 一看这个名声连轴转 这边直接就是上出了一套 就是挺考运营的牌组 其实挺考运营的牌组 因为你本身过路套 这个费用都不是特别高 你需要很好的运营加上百位 来解这个天狗的这一波 其实还是蛮难的 你们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没有 就是这次的那个比赛 他们压根就没有带过采集器 是的 有带过 有人带过 帽帽的那个水神套是有采集的 但是他一直没时间下 他直接的采集放不出来 他跟那个锅炉的后期有点一样 他有点累赘了 他没有这个位置 或者说是放了 反而就是脱了自己的节奏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 就是这个版本 矿工太强了 然后你下采集器 基本上就很容易亏 对 他这一旦说采集器 莫名其妙的被矿工脱掉了之后 不但说能再攻击到你的防御塔 你的这个算数采集器单掉了之后 反而说你的费用有点跟不上了 好的 那现在应该是第二场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看看名胜以什么方式去应对 好的 他怎么应对是非常关键的 他是否要带上地塔呢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有点微妙 感觉这个剧本和 对 就跟入意思差不多 跟入的意思差不多 现在都是高手过招 眼神交流 敌不动我不动 是 又开始了 但是玩这一套 我觉得名胜是老司机啊 嗯 他又不是一次的这个 他也不是一次跟你玩拖时间 拖时间了 我们就打双面时间了 这下的比赛就是心态 对 因为帽子一直现在那个卡组已经暴露了 他暴露以后 这边 斗鱼的那个名胜是不着急的 那其实帽子作为一位老练的选手 他其实看到名胜啊 这么长时间不下兵 应该也猜出个七七八八了 对 对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肯定是某种节奏性的那种卡组才会这样 对 而且应该是大节奏的卡组 对 其实就房子流啊 或者什么石头人啊 这种大怪嘛 对 都是很很到一分钟之后是非常强的 什么皮卡 这种都非常好 我觉得以前就最早的就是房子流 房子流 对 肯定就是你不下我不下 太爽了 到一分钟太爽了 这种感觉 好的 现在的话其实马上就要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时间的timing点了 对 最后一分钟 咱们比运赢 看谁的这个进攻更好啊 看谁的细节 防守 应该是防守吧 这种时候打一分钟其实应该防守 先脾气不好先劈你一下 这边过牌嘛 要把自己牌过出来 哎呀 这其实就有点猝不及防啊 他要过着自己的一张核心key牌出来 对 帽子一只这样就等于算是亏党费 也还好也还好 但是怎么说 帽子一只瞬间被P了个就是 莫名其妙 也许是P精神了 对 P了个莫名其妙 本来说不是快打盹了 因为在他们戴着那个耳机的时候 声音是特别大的 游戏声音是特别大的 可能突然就P了一个猝不及防 哎呀我们看 好 时间已经要到他们点了 对 7秒6 5 好 那这边直接天狗一下 先手先下来一只 什么情况 双方对狗 哎 其实我觉得这把我还是更看好帽子一点 因为帽子毕竟他打天狗打得多 嗯 名声的话他可能就是 半路出家 不是老和尚 哎那我们看看 到底是这个血论卡卡稀里还是 还是 带土是吗 对 好这边毒药的话已经是跟上了 对 但这边帽子一只的话 选择用矿工去跟 矿工去跟的话 哎 这个毒药没有毒到另一个公主 哎呦 那这一波就有点失费了 有点 有点伤了 哎但是我们看血量的话 好像 反而是帽子一只的 有点优势 对 因为他们火枪去守不住 守不住了嘛 对如果他刚刚那一波把公主除掉的话 那就绿多血砖了 对 那其实这两个人差别就在于 这个你看火枪是比较一个速度比较猛嘛 但是边路的这边的右边的一个公主 哎呦 但是两个公主在场上了 还好还好 还好是火枪临时调了一下头 对 火枪很关键 但现在这个 两个人应该是要换塔了吧 但是可以看到我帽子它是有一个小苍蝇可以一直活着在 是的 这一个小苍蝇真的是伤害不低 别小汉这一只苍蝇啊 他要吸收两下防御塔的攻击啊 好这边是公主非常 但这波他那个毒药加公主 还是完美的解掉了 总之还是 你说帽子解明胜这边的公主 解掉的 对吧 肯定是明胜天破塔了 好 咱们把这边毒 但是这边啊 毒药交出来完 但是还是 明胜这边略胜一筹 略胜一筹 对 那么目前情况下的话 应该是一个1比1 其实双方的话 也怎么说 卡组比较相同吧 老练对老练 那我们大家就互相老练了 战场上见 战场上见 看出来这边 可能就是赢在前面那种 那个明胜是先进攻的那个上面了 是 明胜先进攻的话 而且其实就是那个明胜 他那些卡组就是能帽子他 没办法预判到 对 他不知道你到底带了什么 他的毒药的话 就可能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预判性的毒 但没有正好没有毒到那个公主 对 因为毕竟说 帽子一只在上一场的话 牌组已经是暴露出来了 对 阿民胜这边的牌组并没有暴露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 打了一个心理战 就是在双方正在聚精会成在考虑 我这一波先下这个心 突然一个 这个小店是人家惊醒 而且批得非常快 批完了之后 反应了大概有零点几秒之后 才发了一个微笑的感觉 这时候打得不错 真的打得不错 他这时候肯定很在纠结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下笔 对啊肯定在纠结 然后而且批完了之后 没有多久大家都想 那我们就最后一分钟 比一下自己的运营嘛 他突然在1分08秒的时候 我就先吓一个狗了 你看着这些人就老到之处啊 那我想帽子一只在狗流上 然后被别人给打掉了之后 应该他下一个要拿狠的了 其实我刚才就说这个 就有点相似就是帽子用狗 然后名声也就 我也用狗反给你打 就是跟前面那个阿悠用石头 然后我也反给你打 对 我觉得这节奏好像 是啊 我觉得好像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 对 对而且就是那种自信就是说 我在你会的那个领域上面来击败你 对 这其实是最 伤势器的 最伤势器 那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好在是比分的话 只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接下来的话也没有在赛点 但是下一局 而且就是下一把的话 应该就是帽子是优势的 因为他是已经知道了名胜的卡组 对 也就是说下一局的话 看这个帽子能不能拿到这个赛点 还是说反而是名胜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入局 刚才也是一穿三 也是确实现在这种情况 希望那个帽子这边能稳住心态 是的 把自己下一套卡牌好好拿好 对 好的 那么帽子一致对战同一 名胜的第三场比赛 已经正式开始了 嗯 哦 可以看到 帽子先打一波进攻 被那个皮卡反抓 抓住 但是这一波同胞手还是有很高的消耗 对 效耗终于还强 但看看他要不要反打一波好的 好 反打 就反打 直接过去 这一波的话皮卡一定要挡住啊 这皮卡挡不住了 哎 哎 小剑接下两刀 有没有三刀 哎呦 哎呦 这塔掉了我的天 这怎么这怎么玩吧 这个上来的这个有点 对 对有点晃了 什么什么情况 只有第一波他那一波 就反打被被已经亏费了 对 然后后面就跟不上了 费用跟不上 啊 这样的话其实对帽子一致的心理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啊 这基本上就 这真的是当头棒 很难打的 当头一门棍背后一板砖 这个 这帽子觉得说你上一局批的 我现在 哈哈哈哈 还有点懵呢 对 怎么又打这一边 这边也没有抓住 那这样的话帽子已经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劣势 是的 而且他这 而且对方 他这个卡牌是 好 下三个火箱手 好 分了一下 分了一下兵 毒药的话还是该交就交 对 小皮卡加 毒的闪电一些 好一个毒药 这一波的话公主加毒药了 应该是稳着手 公主射一箭就可以 对 好 矿工挖公主 哎 皮卡没抓到 哎 火枪 两下 三下 四下 哇 还是蛮赚的 五下 差点差点差点 他这个换什么了 这不还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 还有一分多钟 矿工加毒药加那个 还有机会的 其实我觉得要是我的话 哎呀 没有卖没有卖 不能卖 这个在卖 你怕他三星是吧 在卖光塔的时候 就皮卡两刀 要三星了 因为我们这个三分钟的 这个 驾驶 对 比较长 很容易玩拖 冷静一点 好的 看起来这边也是要跟你换塔了 好公主一下 好 矿工挖洞 那这路应该没了 肯定是没了 但是这个浪费了六费来防这边的话 你对 三个火枪直接来防 哦 还接这个剑鱼 哎呦 公主的两个剑鱼 拉这一波就亏大把了 那真的太伤了 这个篮基本上是防不住的了 有点拳有点拳 主要这个图要加小闪 后面还跟公主还在不停的AOE 天哪 好急啊 好难受啊 小闪要必须交 后面还有小苍蝇 好小护头挡一下 先把这个这个这个节奏先稳住 这个弹要掉了 哦 已经点上了 已经点上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 恭喜名胜拿到最后的冠军 没有 他现在拿到一个赛点 我太 我以为已经结束了 你干什么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 我知道你压的是什么 但是你也不要强行负能量 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打的是真好 我跟你说 很有可能就是一会的时候突然被你堵哪一口 然后结果翻盘了 对帽子一直站出来了说我非要打到这个2比2 我不想不相信了 哎呦我 这也是帽子一直打的稍稍有一点点 确实这个左路 但97楼的第一波就是 掉的太快了 所以我没有跟上 这真的是一个 第一波掉的实在是太不可思考了 主要就是第一波就是名胜正好就是解完了以后一波反打 他帽子他这衣服不过来 对 他 他用那个三个小龙龙是打的后面那个 帽子他那套好像是没有带火枪 不是他没有带加工炮 而最最关键的是他只要是说天狗过来 按常理来讲的话 其实三火枪是挺好防的 但是无奈的就是你毒药加闪电 后排还跟公主 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对 其实就是 打了几砲打了三棒 还是因为亏费 还是因为亏费的原因 对对 就如果不亏费的话 其实就是那个就是名胜正他是没有那么多费用 就是公主毒药还有天狗 然后还有那个小店 就是费用太高了 是的 关键其实帽地支这一套的话 还是要火枪手分路嘛 分路配合这个矿工去消耗 对 其实也就是说他在掉了左路的那一路之后 然后分三个火枪手的那一波的反推 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 对 但是应该把那个继续进行下去 而不是说单独的去对抗 我三个火枪手统一去守一路 其实这样的话 很容易被他毒药加闪全部都解掉 特别伤 酒费的话这个代价其实相对来太高了 火枪还是尽量用来进攻吧 对 防守的话还是很容易被解掉的 对 而且确实解的很心痛啊 看着就这么多费用就没有了 你还就觉得说啊你最强一波 这个时候看我力网狂玩 然后三姐妹天还就是还没见到阳光 就先喝了一壶 然后当头棒喝 就没了 也被扫死了 对一共射了好像就是两轮 没射两轮好像 没射两轮 就是第一轮射完第二轮就被绝被尖掉了 第二轮还在上弹就没了 哎呀所以就特别伤了 不过怎么说也能看出来 他在名胜他的一个学习能力强去强的时候 他好像这个天狗玩的 他应对多方面都知道去怎么去打 对对对 因为毕竟就是他天地里面打的多久 他就是打过天狗 也知道天狗怕什么 也知道天狗就是优势的 强势在哪里 是 转费的一些小姐姐还是做的怎么说 相对于帽子来讲的话 他做的更为细致 确不是说帽子做的不好 那么其实我们好像我们莫名记错他最后一套 好像帽子是锅炉了吧 是锅炉套了吧 不一定 他可能是换套 对 他们是又会同意再配套 对第三套 那又会再配一套新的牌组的话 其实他带了五套过来 他前面只用了三套 那后面还有几套藏在 那大家觉得说 最后一套怎么能打出你的信心 但是其实 我觉得他这时候一定要上地狱塔 地狱塔 因为你 不管是结构还是解收人 对都是很好的 他最后一套其实已经早很早就定好了 他基调已经定好了 他这样很有可能 如果他刚才不选最后一套 是因为那一套是不克制这个天狗的 很有可能 所以说可能他这一套最后也许会不太好 对但你至少要保证这套 我能赢 如果不能赢的话 你后面就是更难打的 对对对 赢了以后后面可能就是你带地狱塔可能会有点亏 但你还是可以就是有机会 但在明星这边还有一套还有一套牌 对吧 所以你如果带地狱塔 他就用小的快节奏的卡 你地狱塔转不过来 你想得七张打八张 对也就难受了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留给帽子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本身是一个赛点 再加上说现在 就是一个劣势的对决 对劣势的对决 所以需要他拿出一套关键性的K牌 关键性的K牌套出来之后 也许能做到一个立碗狂澜的效果 对 所以帽子的话现在应该调试 应该好好调试一下 不光是自己的心态也好 还是自己接下来要出战的卡组也好 其实我觉得有一套是可以应对这种状况 就是以前的冰猪套 冰猪套 就是他那套是既有火枪又有剑雨 就是还有冰冻 冰冻 他那个剑雨是解天狗后面的东西 然后火枪是可以解天狗 然后驴武神是可以抓矿工 其实这样讲的话 倒是每一张牌都挺克制 但是问题是很吃牌序 就比如说这边的话已经矿工来了 然后你发现并没有 擒手牌序不好 也是比较难受的 比较好比较难找 所以其实抓牌序的话 就跟我们当时想的一样 就是其实你要配出来这套牌 能了解对手的卡组之后 专门用来克制它其实很难 也就是说你有一到两张牌 能克制对面的一到两张牌 其实就已经是很大优势了 所以的话确实正如我们所说 该上塔了 真的该上塔了 地狱塔确实是一个很鹰霸的一个存在 经常被我们叫鹰霸塔 叫爸爸塔 太鹰霸了 往那所有的那些大型单位 基本上都冲不过来 不管是石头人还是狗 其实都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 当然它可能也有跟明智想的一样 就是我带了这一套之后 可能下一套 然后被人家打了没有用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冰柱的话 它是以前就已经很丑 它以前叫做世界第一套 因为是以前的世界第一 就是波波就是奇遇老师 他当时用这套登的底 那确实这一套也是 我以前再早的时候 我看那个冰柱 是那会电塔不没改吗 电塔加江东炮 那个我那会是对那个比较了解 确实也是比较 那是更早了 那是更早了 那现在可能就更好了 那时候叫三塔流吧 我记得 那时候塔厉害 现在塔不行了 现在塔被削得很厉害 现在剑不流的话也是被 因为可能整个这个游戏 他的作者还是觉得说 要进攻大于防守 你整天玩自闭卡总是有意思 我说到自闭 今天我们比赛没有见到 真没看到自闭 连导弹大闪都没见过 对吧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的矿工太强了 就是自闭打矿工 完全没法打 对 就是你那边还在自闭 什么觉着我这边 建筑流摆得还不错 突然来了个矿工 你把钱拿挖什么都挺快的 是 很难去防守 就是矿工其实 你的那个塔就是防的 旁边防不住了 对还挺肉的这个矿工 带个康盔果然了不起 而且你看现在那个加农炮 那个迫击炮 还有那个炉 虽然现在改了 但也没有人用 也不是当年了 其实天地上有一套 有一套炉是充电机挺好使的 就是导弹 TOM研发的一套 对 他们那套炉也是很好的 不知道我们选手 会不会用出来的 好的 那么帽子一致 对战斗鱼 名胜的第四局 赛点之局的比赛 是正式开始了 这边 两个还是会进入一个 一个谁也不动的一个状态吧 对 应该还是 敌不动我不动 那就 不过我们看到名胜这边 还是 对不对 有一会儿 有一会儿 先给一巴掌 对 突然就让你反应不过来 对 双方都在想 现在都在想 自己的排序 怎么去考虑 其实就是在 如果不动的话 其实更考验的就是 最后的绝杀冷敏 因为前面的话 前三分钟你如果打来打去的话 他们有机会 调整自己的错误了 对 如果你在最后面 比如最后一分钟开打的话 他们后面就直接进入 就是暴死模式了 对 也就是谁先掉一个塔石就死了 那就很关键了 对 就是你的排序一旦说没有对面好 就有点土运气 其实 对 当然如果你前面排序很好 你不用通过就是来回的就是那个 对攻来调整排序的话 那还是可以就是这样 就是 这边的话 双方都在哪 我们按理说 应该是帽子一直这边更着急进攻 因为这个他 因为他知道名胜的这边是卡牌吧 好 他就可以想可以先进攻 但是名胜这边是前进攻了 先挖为敬 先挖为敬 对 好 同胞手挡住后面小苍蝇 这一波 这波是 还挺 防住了以后赚了一费 赚了一个四费 还挺棒的 赚了一个三费 好 苦劳来了 其实还行 那这一波的话 想办法那个公主截掉就可以了 公主火枪一截 然后漂亮 这个火枪一个甩一区 然后再从左边走 好 非常棒 好 应该是用皮卡解掉这个火枪 好 那一刀 又是一波反打 然后小骷髅 就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双方就是你来我往的 还打得挺有来有回的 因为前面还是 双方就是废用的互换 对 换个看 谁的手牌调整不过来 这时候应该就是开始抓失误了 好 已经到了一个 双倍胜水的时间了 左边是天狗 右边是 阿姆泽 这巨人其实挺尴尬的 一个地面一个天宫 是的 问题这不是地面最强啊 哈哈哈 对不对 哎呦 这皮卡 绕过去了 哎呦 那这样的话 这皮卡就 哎呦 有点伤啊 这皮卡先被解掉了 浪费了一个私费 那这 小炮这边的话 能不能挂一个 好 光波挖过来 小炮 小骷鱼 小骷鱼 挡住 好 这剑鱼解的 哎呦 这剑鱼早了点 太早了 太过于早了 这边的话 这皮卡能不能砍到 哎呦 还好还好 还好还好 真的是激动死了 太险了 好方啊真的是 对 如果这砍到了 其实 基本上 但是这一波 刀刀都在冒住 这一波的话 那个冰神是又下了一个天狗 那这边火枪下底 那火枪下底的话 毒药呢 其实我觉得火枪的话 最好不要太倒掉 如果对面毒药 直接毒药就马上了 对啊 毒药过来以后 加上这个矿工 哎呦 这皮卡 哎呦 有没有费用 没有费用挡 哇 但是天狗已经开始得到塔了 皮卡没死 皮卡没死 皮卡没死的话 基本上这一把积极了 哇 那是恭喜我们的斗鱼名胜 获得了我们IGL2016春季赛 皇室战争总决赛的冠军 恭喜迷胜 啊 又一个双料冠军诞生了 确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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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胜作为冠军实质名归 确实非常非常强 两场3比1 果然 看到了就是我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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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呻